第156集 两个儿子离开后 秦中的神色一暗 疲惫之色尽险 身子重重往后依靠 夫娥叹息 没想到 秦家会走到这一步 秦城寺出了书房 立刻传秦城术来见 李府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秦城术郁郁道 那个女人很谨慎 谁家相情也不出福 而且她身边似乎有高手跟随左右 一时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秦城寺浓眉一宁 骂道 没用的废物 这点小事也办不好 秦城术被骂得缩头 确确地看着震怒的父亲 心中也是委屈 这一切事的确是不好办 既不能明目张胆地 去对付那个女人 还得把这事做得滴水不漏 偏偏那个女人又是个极谨慎的 水泼不进 针插不入 让她怎么办 那个女人不出府 你就不会从其他人手上下手 没脑子的东西 秦城寺看儿子一副剥那样 就来气 秦城仲回到房里 只对夫人说 让五阳准备出嫁吧 父亲已经决定了 选最近的吉日 让五阳与镇南王世子成婚 为太后冲洗 秦夫人眼中闪过一抹痛楚之色 转而是深深地无奈 无力地点了点头 静博侯府 乔云熙抱着荣儿 哄荣儿睡觉 轻轻拍打的节奏 轻柔地带着点 无浓口音的儿歌 荣儿很快 就搭了下的眼皮 小狮子就爱听夫人唱歌 夫人一哼啊 她就睡着了 方慧轻声笑道 乔云熙瞻她一眼 你这是夸我呢 还是损我呢 方慧笑道 奴婢是夸小世子 记性好着呢 在夫人肚子里的时候 就常听这歌 一听就安稳了 如今也是 非得听着夫人哼唱 才能安稳地睡觉 乔云熙低眉 看着怀里粉雕欲着的小可爱 心里柔柔的 嘴角不觉 让起慈爱的微笑 外面丫鬟传道 侯爷回来了 方慧忙把小狮子接过去 乔云熙略整了整妆容 刚要出营 静博和周信 已经大步进来 见方慧抱着睡着了的荣儿 脚步立时轻缓下来 原本严峻的神色 也变得柔和起来 小声道 荣儿睡着了 乔云熙笑道 刚睡着 周信摸摸儿子柔软的头发 轻笑道 这小家伙 越来越壮实了 乔云熙示意放会 抱荣儿出去 丫鬟断了茶水 也轻轻地退了下去 侯爷 看您这个气色不太好 又有烦心事 乔云熙地上热茶 柔声问道 周信接过茶水 看着茶盏中 蒸腾的热气 不觉微眯起双眼 须于叹道 秦家开始按耐不住了 乔云熙笑容一致 朝廷纷争她也清楚 只是她是个妇道人家 不好智慧 总之 侯爷做什么决定 她都支持便是 侯爷一贯地谨慎小心 她没什么好不放心的 所以 她略显哑然后 玄技恢复如常 这一次 秦家恐怕是想从 李家二双奶奶入手 周信淡淡地又抛出一句 秦家打得什么如意算盘 她很清楚 用林南逼敏运就范 绝对是好主意 只要李敏运承认诬陷 那秦家就能化险为夷 逃过一劫 只是 这个想法 还是太天真的些 这下 乔云熙平静不在 有些急迫道 不会吧 那林南岂不是有危险 秦成王通敌一时 已经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 而拿到秦成王通敌最正的 正是李敏运 秦家定恨李敏运入骨 要对林南不利 也是情理之中 但林南是他的救命恩人兼好友 他又岂能坐视不理 周姓点点头 神色深郁 好在 李家二少奶奶谨慎 遇门为李家老太太送经祈福 足不出户 而且 明运在他身边安排了人手保护 秦家想动他 也没那么容易 可是人家有心算计的话 还是防不胜防啊 乔云熙担心党 周姓挑眉党 我已经安排了人 暗中保护李家 只要李家二少奶奶不出门 他们也没办法 我现在担心的是回春堂 回春堂毕竟是李家二少奶奶开的药堂 如果回春堂出点什么事 李家二少奶奶难辞其咎啊 乔云熙面色一领 急切当 那 那该怎么办 周姓默了默 说 你给他递个信 让他暂时关闭回春堂吧 等风平浪静了 再开 收到乔云熙的提醒 李男果断地关门歇业 怕师兄们住在外面不安全 便让他们先住到叶家 同时提醒大舅爷 也要小心 以防秦家在他这里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便退而求其次 找上叶家 秦家越是着急 就说明明允的胜算越大 这个时候 他绝对不能出岔子 让明允被动 只希望明允能尽快赶回来吧 李男像只欲敌的乌龟 把头深深缩在龟壳里 死活不探头 天子脚下 秦家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奈何李男不得 眼看着李明允回京的日子 越来越近 而刺杀人证的事 也迟迟没有消息 这让秦家几乎发狂 秦中一咬牙 命秦城寺派出秦家所有死事 连李明允一并收拾 谁想对付秦家 只有死 晨曦出透 太行山脚下行那一队人马 三千铠甲在尘灰中 闪烁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吐着丝冷的肃杀之意 大哥 前面便是太行山脉 过了北山道 离京城就不远了 宁兴指着前方连面雄伟的山脉道 李明允举目望巍峨的群山 神色略显凝重 离京城不远了 那么危险也就更大 这一路 他已经受到三次伏击 刺客一次比一次多 出手一次比一次狠 若非身边有宁兴的三千勇士 只怕他是走不到这里 宁兴看出他的担忧 眼中也是透出一丝狠力 一手握紧腰间刀柄 前方山道狭窄 密林深幽 是个伏击的好地方 不过 有我宁兴在 他们休想得逞 李明允眉头微醋 仿佛已经看到那 深邃丛林里 隐藏的杀机 的确 想要阻止他回京 北山道是最后 也是最好的机会 这一次 秦家会不遗余力 李明允扭头 看了眼在身后 不远处的马有良 心中引诱 他不怕秦家在北山道 埋伏了多少杀手 因宁兴的实力 应该能解决 但若队伍中有内贼 自从整编了队伍之后 以马有良为首的 北山大营的势力 已经逐渐减弱 而秦成望的落马 也让马有良安分了些 但是 这些 还不够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这万一的可能性 也许会造成 不可估量的后果 大哥 要不 宁心隐蔽地 做了个杀的手势 李明允的担忧 也正是他的担忧 马有良始终是个隐患 只有除了他 才能永绝后患 李明允长嘘了口气 摇摇头 马有良在杀一城 和盛州的表现 虽然让不少北山大营的弟兄失望 但他统领北山大营 在北山大营兄弟的心目中 还是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若是此时杀了马有良 难保北山大营的弟兄 军心动摇 这样一来 秦家更有机可乘 再说 马有良有没有一心 也只是他的猜测 他总不能因为怀疑人家 就要杀人吧 留意他的举动便是 李明允叹道 任正那边 还需加派人手 宁兴有些失望 但还是尊重大哥的意见 任正那边没问题 有葛镖看着 只要葛镖没倒下 谁也别想靠近秋车 李明允点点头 再次凝望远山 那就出发吧 该来的躲不过 明知山有虎 也必须向虎山行 他是可以选择 更安全的路径回京 但得多走十多天的路程 前些日子收到密报 秦家居然派杀手 夜叹李府 幸亏李府有赵主义守候 金伯侯也派出暗卫 守护李府 有惊无险 可他不放心啊 万一秦家狗鸡跳墙 连难出什么事 他会后悔一辈子 所以 即便这条路 凶险万分 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 只求能尽快赶回京城 宁兴大手一挥 高声道 全军将士听令 全速前进 务必在天黑前 出北山道 北山道 横穿太行山脉 蜿蜒数十里 山路并不长 但有几处艰险 正常行军速度 天黑前出北山道 绝对没问题 三千铁甲 很快消失在群山之中 一进北山道 道路两边浓密的树林 遮天蔽日 温度骤然降下来 思思寒也透过沾衣 透过毛孔 渗入血液 让人不禁汗毛耸立 风在林间穿行 带出一阵阵呼啸低鸣 仿佛鬼哭狼嚎 阴森的气氛 让人产生紧张与压抑 大家的精神都高度集中起来 一边快速前进 一边警惕地 观察周围的情况 忽然前方开路的 林峰勒马停住 宁星盲示意队伍暂停 神情凝重 怎么回事 宁星问前来回话的士族 士族导 向导说 前面是一片密林 宁星心一灵 这么说 前面就是最适合 埋伏的地点了吗 宁星做了个手势 几十个护卫 顿时抽出长刀 手持盾牌 把李明寅维护起来 后面的葛镖 按照前方传来的暗示 一挥手 他的队伍 以球车为中心迅速输缩 也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而那几个封命丁马有梁的护卫 也握紧了手中的钢刀 一旦目标有异动 就全力击杀 前进 宁星低沉的嗓音 随着呼啸的风传开去 队伍缓慢前进 当宁星等人进入这片密林中 忽然 风中传来一声异扬的声音 宁星瞳孔紧缩 大喝一声 小心嫡妻 临终数只雨剑 闪电般飞出 目标直奔李明寅 当当当 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响起 几只雨剑被打落 同时身后传来如雷奔腾的声音 李明寅回头望去 只见后方山道上 滚下无数巨石 卷起沉烟滚滚 糟了 穷车还在山道上 李明寅失声道 宁星急声道 保护李大人 画位落音 无数飞剑如暴雨般 从密林深处飞来 苏苏作响 直将呼啸的风声 都掩盖了去 李明寅立即翻身下马 护卫面手持盾牌 把李明寅 严严实实地维护起来 剑尸系在盾牌上 纷纷掉落地上 剑羽不曾停歇 而是越来越密集 如铺天盖地的飞黄 这一次 目标是林中的所有人 顿时 有僵尸重剑 哀嚎声此起彼伏 甚是恐怖害人 宁星打落几只羽剑 心中大骂 一群缩头乌龟 只知道躲在暗处放冷剑 有种地 出来跟爷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李顿 李顿 宁星大声喊道 所有将士纷纷立起盾牌 围成一个铁筒 剑羽足足射了一刻钟 才停下 密林深处 忽然没有了动静 死一般的沉寂 这一刻 仿佛风也凝珠 而浓重的血腥 与杀鸡逐渐弥漫 像黑夜吞噬光明那般 无声无息 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 战斗就此结束 敌人的沉默 是在等待时机 伺机而动 每个人都保持原来的姿势 每一根神经 都绷得如满宫的弦 一双双如鹰般冷静 而犀利的眼 死死盯着密林深处 截杀 不是第一次 但这样大规模的 却是第一次 秦家 当真是下血本了 足可见 秦家现在有多恐慌 林明运盯着前方 嘴角牵出一抹冷笑 想要他的命 那就来吧 看你们有没有这能耐 林外的队伍 显然被山上滚下的巨石 挡住了去路 三千铁甲 被一分为二 首尾不能相顾 但宁心并不担心 南征的时候 遇到过比这样 更惊险的状况 而且不止一次 将士们都有经验 一旦与他失去联系 葛彪会指挥 后面的军队迎敌 现在 他要解决的 是躲在林子里的乌龟 宁心做了个手势 队伍迅速变换阵型 由一条长龙 分化成一个个小圈 立顿为强 缓慢前行 敌在暗 我在明 敌不动 我动 看你们这些死乌龟 能缩到何时 大人 怎么办 他们有盾牌 射箭无用 他们再往前 可就出了咱们包围圈了 一个蒙面黑衣人 嗓子压得极低说道 为首的黑衣人 谋中凝重之色愈弄 该死的 西山大营的人 果然训练有素 能触境不乱 迅速转换阵型 这一转变 李明运藏于何处 就不得而知了 失去了目标 让他不安起来 临终的伏兵 不过三百余人 而对方 差不多有六百余众 这些家伙 可不是一般的士兵能兵 那都是战场上遇过鞋 搏过命 不怕死的主 让他三百人 去对付 多出自己人数一倍的禁敌 那还有什么胜算 性命交代在这里 倒无所谓 关键是 舍了命 还不能完成 主公交代的任务 他有什么脸 回去复命 再等等 让前头对我过去 听我号令 再动手 黑衣人首领的目光 几度俊寻后 落在了中后段 那个盾圈 看得出 那里的防守 最为严密 人数也最多 是时候了 黑衣首领低声道 传令下去 信号一发 所有人全力攻击中后部 得到指示 下属立刻把命令 用手势传递下去 嗖的一声 一朵黄色火焰升起 就在黄色火焰升起的那一刻 林峰手中的剑 几乎是本能的反应 冲着命令身处 嗖的飞剑而去 他打脸多年 听觉最是灵敏 听声变味 那是他的看家本领 黑衣首领 见及时而来的羽剑 瞳孔紧缩 一偏头 羽剑看看擦着 并发飞过去 蹬得 没入身后的树干 剑尾颤抖着 嗡嗡作响 惊得他一身冷汗 没想到队伍中 还有这等高手存在 还未等他缓口气 第二只 第三只剑 又到面门 黑衣首领就地一滚 躲过一只 手臂上却是中了一件 痛得他刺压裂嘴 瞬息之间 一连串的爆炸声 琵琶响起 树团白武弥漫开来 树团白武弥漫开来 模糊了宁星等人的视线 队伍中原本有序的队形 因为这变故 又落了些乱了阵脚 稳住 遇敌 宁星忙喝道 透过白武 隐约看见数十道人影 朝队伍袭来 宁星眼中透出嗜血的光芒 来吧 老子在宾馆还没打过瘾 正手痒 就能让你们这群 乌龟王八蛋过过瘾 队伍中发出刀刃入肉的声响 紧接着 响起几声惨叫 马将军是奸细 有人高喊起来 一直盯着马有良等人的士兵 立刻出手击杀 一时间 金属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 马有良这货 果真靠不住 宁星抱起 大喝一声 马有良通敌造反 格杀无论 北山大游的弟兄 如果也想当卖国贼 一并收拾 与此同时 临终埋伏的黑衣人 发动了攻击 这一声喝 那些原本看见自己头领 忽然对西山大营的士兵下手 也稀里糊涂的 想要跟着动作的 北山大营士兵们 不由地打了一个机灵 原来马将军通敌卖国 纷纷打消了 跟马将军叛乱的念头 刀锋外转 跟黑衣人赶了起来 马有良大怒 这个宁星好计谋 这次的行动 只有身边几个亲信 知道内情 对其余部下 只说是西山大营 想在北山道 歼灭北山大营 只要混乱一起 北山大营的士兵们 不知内情 肯定跟着他行动 没想到 被宁星这一嗓子 吓住了大半人手 不要听他们胡扯 是西山大营的人 想趁机消灭 马有良话未说完 一阵凌厉的刀锋 已在耳机 马有良 早知你要造反 今天我便先收拾了你 宁星大刀呼呼生风 直攻马有良要害 呸 想收拾老子 你小子还嫩了点 北山大营的弟兄们 跟西山大营的狗贼拼了 马有良极喝道 虽然进入林中的 北山大营弟兄不多 但是有外援给他胀胆 他爬个球晚 顿时挥舞着长刀 跟宁星站坐一团 这最坏的结果 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还是发生了 但里面也没有时间叹息 只冷冷地看着 马有良的部下 一个个被禁卫营的士兵斩杀 为防止马有良叛乱 他特意留下宁星的八百人马 以及马有良的一千人马 跟随林将军步回京 削弱马有良的势力 而现在 被困在林中的马有良部 也只有百余人而已 宁星早已吩咐下去 三人盯一人 所以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马有良的叛乱 做出反击 马有良成不了气候 现在关键是那些黑衣人 似乎人数不少 林明云暗暗担心